明年COP29氣候峰會的主辦國 很可能就是中亞國家 亞塞拜然 那是因為明年是本來 輪到東歐國家舉辦 像是保加利亞 他們就很有意願來承辦 不過因為保加利亞 屬於歐盟的範圍內 俄羅斯一直不願意 在歐盟的境內辦氣候峰會 以及他們一直動用否決權 現在這些東歐國家 則是把支持轉向為 中亞的亞塞拜人 但是問題來了 亞塞拜人跟今年的主辦國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一樣 都是產油跟產天然氣的國家 還是OPEC加的成員 再加上今年 亞塞拜人因為占領了納卡區 而跟鄰國亞美尼亞關係非常緊張 有戰爭的風險 真的是一個合適 或是合理理想的承辦對象嗎 其實我們就訪問到 很多今年的參與者 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亞塞拜人 雖然是產油國家 但是他們不應該把 半氣候峰會 當作刺激經濟的一種手段 來聽一下導訪問 不驚訝 但不驚訝 你必須選擇國家 其實也有人認為說 至少現在已經決定是誰承辦 能夠趕快開始承辦 開始籌備 不要再拖時間了 其實事實上呢 亞塞拜拜人 其實也有人認為說 至少現在已經決定是誰承辦 能夠趕快開始承辦 開始籌備 不要再拖時間了 其實事實上呢 亞塞拜人還並有百分之百確定 還得經過聯合國的正式批准呢 才能讓他們成為下一屆的主辦 而這個決定呢 將會在下禮拜二 也就是12月12號 氣候峰會正式閉幕的時候呢 會宣布 由氣候主席 這一屆氣候主席賈比爾 正式成交這個主辦權 給亞塞拜人才會正式拍辦 以上我們講的這件事情